近期的美股可谓是哀鸿遍野 它延续了9月初开始的以科技股为首的抛售潮 只要是下跌 跌幅都相当巨大 今天恐慌指出VX短线的上升 三大股指全线下跌 在欧洲疫情反扑 美国新一轮疫情刺激方案僵持不下 科技股泡沫较大 美国总统大选等因素影响之下 9月份的美股与过去5个月 持续反弹上涨的趋势有很大的不同 投资者的投资偏好趋向于更加的保守 从股市阅读历史数据来看 9月份是历史上表现最差的月份 如果回溯到过去100年间股市阅读回报的话 9月是唯一回报为复值的月份 即便是近代 9月份整体表现也是差强人意 包括1987年、2001年和2008年 三次大型股市调整期间的数据显示 该月整体回报也远远落后于其他月份 之前也是备受大家关注的 特斯拉以及苹果的股价 在此轮下跌当中也是最为惨烈的 原因是由于大家对特斯拉和苹果充满了期待 上周刚刚结束的苹果秋季新品发布会 没有发布新的iPhone 而昨天刚刚结束的特斯拉电池日 Elon Musk也表示 所有的新品都不会在2022年之前量产 因此在投资者看来 两家公司的产品在两次发布会之后 都没有达到他们的预期 因此股价在此轮下挫当中最为惨烈 目前美股处于震荡调整期 上下波动的幅度都十分的剧烈 恐慌指数也十分的高涨 但是股神巴菲特有句话 别人贪婪时我恐惧 别人恐惧时我贪婪 如果现阶段你做好风险控制 找准时机 也许下一次持续上涨的入口就在不远处 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 请关注点赞并分享 下载APP解锁更多功能 我们下期再见哦 感谢观看